兄弟们新版本体验服啊 锦绣化团员也测了几天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 现在正式服的创乐园版本 估计未来几天就要下架了 兄弟们且晚且珍惜吧 毕竟观光从来没有进行过 海岛主题版场 所以未来几天创乐园就可能 说夸张点啊 一辈子 这一辈子里陪咱们的最后时光啊 说实话我也是很舍不得啊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跟我一样 还挺喜欢这个玩法的 从最开始感觉难以接受 到现在玩的不亦乐乎 习惯了再创来刚一波 然后每次热情这样就能追 特别是这个把超体道具 放在创乐园区让我们用 也是感觉很有意思 我之前经常在园区里面 用这个榴弹炮把自己炸弹 还有一次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给放倒了 真是不愧人 再比如这个台上炮 越发觉得有用啊 你可以先打倒一个 然后直接用台上炮 背到对手脸上 特别经常排过来 这淘汰数就趁趁打不下 代表还可以用它来 上一些平常不去的高点 对吧 当然也有一下这种性能力 想可以去背不出去的哈 然后就这个波波车啊 我觉得应该是观光 最得意的载区之音 毕竟从科学之轮到太空之旅 波波车都是主角 虽然耐久做了学 但它的小巧车身 结合高机动性 以及出色的转向能力 基本遇到旧的大种 如果你看鲨鱼直播的话 它经常是落地抢个波波车就跑 不仅是打架好用 狗粪也很好用 我还遇到像这种 一棵树下停个波波车 结果它人在哪 你不知道吗 就在这个树上面 我全程看命中特效打的话 根本看不到人 然后就在星期战 一个个抢着换物资 三级头变一级头 三级甲变一级甲 马格兰变S1897 我真的会血 还有芒果蔬菜 刚开始觉得不好用 后来发现急救包都不想捡了 哇兄弟们 真的就最后这几天了 我是建议多去创乐园打一打 反正有卡可以召回 也不怕掉大分 因为下个版本就是化圆了 创乐园一旦下架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好吧